1個全香港最貪心的阿仙奴球迷節目 因為我們至少支持4隊 一線隊,女子隊,U3,U18,EV,Peter爸爸,阿俊,常偉,Ryan,粉果,點子冰冰 大家好,歡迎回來今集點子冰冰 大家看到賽果非常遺憾地3比2輸給萬聯 當然有球迷就說VAR有問題 但沒辦法,人家主場和人家有肩膜 無論如何都要給人分 但問深場球我們是否踢得差呢?又不是 輸又輸哪些位呢? 我只要說一句,真是賣門把握能力 其實你看到整場球阿仙奴很有部署 縮後後有空位,其實推進走位都是生的 是最後一腳奧巴美揚做得不好 浪費了2-3個機會 所以接下來的中鋒位,以奧巴美揚這樣的狀態下 其實阿仙奴是否需要在1月買一個中鋒回來呢? 以及巴勒根又說有球會想借 內鐵又說不續約想走 在這個情況下,拿卡錫迪又不續的情況下 是否應該要盡快找回一個適用的中鋒回來呢? 這個就是未來阿仙奴需要面對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不過這樣,不講漫聯之前就先講這場 這場就是再比賽前一天,英格蘭低組別錦標聯賽 阿仙奴派了一支U-21的梯隊 大家可以看到 龍門就是U-18的龍門衣職阿爾 然後後面四個後房其實都是U-23的後房 分別有Norton Coffee Omar Rick 奧金堡 以及左閘的盧比斯 中間屎雲生打回右邊 中間艾堅洛做掃蕩 Pantino做中場中的位置 至於前面方面非常之重 Beriff 再加Hitchison 以及巴勒根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整隊放下去好像U-23一樣 但輸就先輸2-0給葉遮瑞子 及後阿仙奴把握兩個機會 我自己都覺得非常困難 追和2比2後 憑12馬 4比3 擊敗對手 進級下圈 亦是評了阿仙奴在參加這個錦標中最好的成績 因為之前是16強止步 現在終於可以重新進入16強 到底下一圈的對手是誰呢 就要等抽籤 有機會可能會是西布朗等等之流的球隊 所以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但希望U-21可以乘著這個勢頭 即是傻傻地拿過杯子 還要有代表性的杯子 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以現在 這麼問的進級路程 我都說過了 以排名第二位低空略的4分進級 上一場又是要靠反級12馬 這一場又是靠反級12馬 那究竟這條路可以走得多遠呢 那一定是這樣滑一滑 就可以滑到冠軍回來 那這個便會昇目以待 這樣 但是進級了這個16強 始終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好了 講完英格蘭低組別錦標之後 接著就到英超第14週了 昨晚4時3時開球 EV整晚沒睡過 但今天是精神的 跟大家說一下球是怎樣 頭十幾分鐘 Raw仔把握對面 迪基亞和費特的一次誤會 把球勾進空門 經過VAR複實之後 你自己攬炒自己 是不會影響到判罰 所以 先進入0比1 BUNO接應後拳 好球 一趟 追回1比1 和半場 後半球出來 其實阿仙奴的勢力也不錯 帶回不少攻勢 但被自尊一下 又走掉了 2個中堅的人 中堅打中 又被撞射得手 由領先變成1比2 但阿仙奴又快 很快的一個拆勁 由中堅位斬過來對角線 馬天下來 一貼下來 傳回到12碼點 奧迪加特撞射 這樣就變成2比2 但好境不常 阿仙奴的後防 始終在空缺上的 萬聯拆散 費特的一次走 奧迪加特 心急從後剷掉 經過VAR複實之後 就成為了12碼 至尊一抽 就爆網 所以就3比2 阿仙奴 阿仙奴的後 亦分別換入了 Bukai Osaka Nakazade 和Natea 放大個頭 嘗試追 但由於進來的時候 個個都腳頭無靈 甚至令到陣式散了 反而比未換出之前 就更加 沒什麼機會入球 但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 在意識形態 球員追球 又或者 對於這場球的 決心 努力 我自己覺得 又合格 這場球我覺得 好看 說真的 我們絕對 輸得不噁心 我覺得 這個 就是 怎麼說 我覺得 明知對球正在起 中途有些經濟 合理的 這場球起碼看到 隊友人 有心機 有陣式 有策略去面對 比起季初的時候 面貌好很多 我真的覺得 落後之後 亦都不急 維持自己速率 找到機會 就可以追回和了 所以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可以 這場球 OK 所有球員的評分 這場球我都不會比得差 那麼 藍絲道 7.5分 都叫做救到一些球 都叫做 OK 雖然今場失散 三個球 但我都覺得滿意 富翁健陽 加比爾 Ben Weiss 和泰華尼斯 四個人的 所謂押上 或者後防填位 我又覺得還可以 那 因為我只要覺得 那兩個 支持球的傳中 其實 在我角度來說 應該是防中做了第一重的 倒折 又或者是補位 所以基本上 四個後防 我都覺得不差 可以比平均7.5分 至於這場球 最差的 可能是 帕迪和 Roy仔 因為兩個都脫不少球 但是Roy仔 就有一個入球 拿回0.5分 但是兩個 我只覺得帕迪的責任大一點 因為 沒有中間的屏障 是真的差一點的 那反而艾蘭尼這場球 我覺得他交到功課 在中間很多的串連 或者HOLD 他都控制到節奏 這場球 放在艾蘭尼出來 我覺得是 一個頗正確的選擇 所以 這個排陣 我自己當初我也有懷疑 但是踢到出來 我覺得 阿迪達這次很適合 這次 所以艾蘭尼這個 我可以給他7分 奧迪加特 在前面 輸了12馬 又是翻球 0.5 0.5上落 沒有了 整體平均分 給他7分 但是 始終在掃蕩力 或者防守上面 的確不夠 拿卡錫迪 馬天下來 7.5分 多次在右路 進行一些個人的爆破 和策劃 非常之勤力 基本上在右路 打光 所以 7.5分 值得繼續給巴西仔 至於 奧巴美揚 浪費大量的機會 也 顯示不到 射手應該有的銳利度 以及 那種狠勁 所以 6分 沒辦法 至於 3個換到出來 其實出來的時候 都是揪走 所以 6分 OK 但是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這場球就算輸了 也不會影響到士氣 而阿仙龍下一場球 將會在星期一的凌晨深夜 4點就會作客對愛華頓 愛華頓奔仔 就聞到味 究竟這場球會不會派一個強陣 來影響阿仙龍 會不會更加難打呢 這就成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還有 在這裡逐少宣傳 很久沒說過女子隊 因為女子隊上兩個禮拜 就進行了國際賽 但是 今個禮拜回來 但今個禮拜回來 又不是踢聯賽 因為我們班女子 很聰明的 OK 進軍溫布萊 英格蘭捉獎盃 女子決賽 星期日 晚上10點 DFA Player 免費直播live OK 所以希望這麼多位 一起支持女子隊 希望今年可以憑著女子隊 收獲第一個 一個的錦標和冠軍 好嗎 然後 星期二回來 錄下一次的點子冰冰 一次過和大家高呼 一場女子的足準杯決賽 一場U23的比賽 以及這場聯賽對愛華頓的作客賽事 好 今集的點子冰冰到這裡 輸球我也不失望 大家都是那句 見著對球進步 希望有一天可以重上列強之列 繼續給他一個緩衝期 我覺得可以接受和對球踢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不鬆散 有戰略有策略的OK 好 下一集回來再和大家點子冰冰 下一集回來見 拜拜 up